我国的国防部呢 最近发表了2021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 那这份报告书当中呢 主要指的是中共的解放军 现在目前已经有办法对第一岛链以西的区域 做软翼杀的电子攻击 还有通信阻绝 第一岛链以西指的就是这个方位 那讲简单一点 就是中共越来越有办法去突破这个第一岛链了 所以呢 现在目前菲律宾的前海军副司令 他的名字叫求德王 他就说了 说最近呢 台湾是第一岛链的核心角色 而且呢 跟中共作战的经验 台湾也是最丰富的 所以呢 他们希望台湾可以参加菲律宾 以及日本的军事合作 还有演习 而且不是选择 不是你想不想 而是你必须要这么做了 而另一方面呢 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夫 最近也提出了相同看法 那岸信夫说呢 基本上中国在今年的国防预算呢 是日本的四倍之多 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呢 这已经不是隐忧了 是一个强大的危险就摆在那 所以呢 目前台湾的局势 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 而且呢 他还说呢 我们其实已经没有时间犹豫 那眼看目前亚太局势呢 很可能会一面倒向中国 现在目前呢 英国的皇家海军 新的巡逻舰 叫做史佩舰 在当地的时间7号呢 也从英格兰的东部出发 那从英格兰东部出发之后呢 接下来他们会从英格兰东南部的 普次茂斯港 那展开在亚太地区 常驻五年的一个部署 不过英国方面说了 现在呢 只是部署 是要瞄准贸易 还有外交 其次才是安全 我们并没有要破坏 区域的平衡 那除此之外呢 美国方面 似乎也有些动作 因为现在呢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有一个美军的 RQ-180隐形高空无人侦察机 似乎呢 就在亚太地区被发现 不过同一时间呢 也有一个消息说 那架不是美国的飞机 而是中国的轰-20隐形轰炸机 好 不管是什么呢 现在根据南华早报 中国方面呢 都已经在研制 最高速度到25马赫的 高超音速天地往返飞行器 那基本上呢 有这样子一个飞行器 主要呢 就是要来对付美国的F-35 所以换句话说呢 中国现在已经很努力的 在突破第一岛链的同时 也要备妥跟美军抗衡的 军事实力 那另外呢 中国现在在中亚方面 也开始很积极的布局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阿富汗 那阿富汗呢 因为现在新政府要上台了 所以大家很关注 最近阿富汗的局势 那本来呢 预定这个月的3号 他们要宣布成立新政府 不过呢 号称因为技术性的问题呀 所以所延期了 不过呢 根据日本的产经新闻报导 说这些的原因呢 应该不是什么技术性的问题啊 就是你内部人士安排有问题 有一些派系的问题 那分哪两派呢 就是你现在图卡上看到的 枪影派跟温和派 那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新的这个领袖 也就是温和派的副领袖 巴拉达 他非常有担任新政府的首魁 不过呢 枪影派当然对此是很反对 不过呢 组织都还没选出来 现在居然呢 已经有一个新消息传出来了 说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呢 其实呢 早在这个塔利班真正掌权之前呢 就已经曾经访问过 刚刚跟您看到的这个新隔魁 也就是巴拉达 那现在呢 塔利班还没拿下政权 竟然都已经会面过了 所以呢 中国方面 似乎是有亲塔利班的一个倾向 但是中国方面呢 现在对此是说 无可奉告 那所以现在呢 目前区域局势到底怎么办 传出呢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也有布局 那他接下来呢 要访问卡达 那首先呢 他还说了 我们其实没有要背弃中东 那另一方面呢 美国的国防部长 也就是奥斯汀 也跑到了波湾地区 那包含卡达 巴林跟科威特 他接下来都会跑 那至于中国方面呢 也是要在亚太继续布局 所以呢 中国则是要在下个礼拜 跟南韩来谈 不过为什么要挑下个礼拜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可能要刺探一下 五眼联盟扩大 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呢 中国的华大基因公司 传出说呢 他们热门的检测产品 可能会违法搜集资料 给解放军 所以呢 现在前后一共五个国家被调查 那搜的呢 当然都是胎儿的数据 那现在目前他们的商品呢 已经请销到了52个国家 那当中呢 也包含台湾 所以呢 对象可能会是840万人 所以呢 现在包含德国 包含澳洲 包含加纳大千 后一个五个国家 准备要来立案调查 不过我们回到塔利班的话题 因为现在呢 塔利班的组织 在发动闪电攻击之后 宣称攻下阿富汗 那他们同时也宣称说 最后的势力 也就是反塔利班的势力 巴吉夏河谷 已经被塔利班给攻下来了 那塔利班的发言人呢 甚至还在推特上面发文 而且呢 还召开记者会 要宣布消息 但是呢 现在传出 现在带头反抗的 阿富汗代理总统沙雷 已经弃手逃到海外 但是反抗的势力呢 还是不认输 现在坚称 反抗塔利班的战斗 还没有结束 出动坦克车开火 激进组织塔利班 宣布拿下反对势力 在阿富汗境内的最后占据地 捧击下河谷 不但在当地政府办公室外 升起塔利班旗帜宣示主权 塔利班发言人跟在推特 公布大消息 阿富汗最后据点宣告人线 称要站到最后一刻的代理总统沙雷 也传出人已经逃离 捧击下前往中亚国家塔吉克 消息更指出 反抗军民族抵抗阵线 重要领袖小马苏德 已流往海外 尽管反抗军坚称 是塔利班在释放假消息 反塔战斗仍将持续 但塔利班早已等不及迎接胜利 更利邀中俄等国 参加新政府成立大会 如此高调却让中国很尴尬 目前我没有可以向你提供的信息 不愿承认恐怖势力 又无法遍远跟塔利班打交道 该如何拿捏国际社会都在张望 美国总统拜登更犯话 想要美国承认塔利班还远得很 也意味着阿富汗混沌不明的政局 将雪上加霜 3D新闻 陈环报道